由权威的媒体报道整理,总结而成,欧洲简报 德国全国通罢工开始,重大中断 德国之声 德国工会组织的全国性警告罢工于周一午夜开始 周末旅行受到严重干扰 罢工影响了几个运输部门 包括铁路、当地公共交通和机场地勤人员 恰逢第三轮工人全力谈判的开始 除柏林博兰登堡机场外 随着工会继续与公共部门、雇主进行谈判 预计全国各地的机场都将受到影响 德国铁路周一取消了所有长途铁路服务 区域铁路服务同样中断 德国七个州的当地公共交通也将受到极大限制 导致道路交通增加 罢工背后的原因是对工人全力的要求增加 对雇主的责任采取了更明确的立场 随着养老金抗议活动的蔓延 法国被推到了边缘 彭博社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Manuel Meikler 看到他的政党由于对法国政府提出的养老金改革 包括提高退休年龄的强烈反对而努力维持权力 抗议活动正在进行中 预计将因计划的总罢工而造成进一步的混乱 这些抗议活动是暴力的 扰乱了日常生活 虽然法国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 但民意调查显示 玛丽娜 勒庞的极右翼政党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许多人对马克龙无法控制局势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 欧盟威胁说 如果弗拉基尼尔 普京继续实施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和武器的计划 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 乌克兰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这一局势 此外 在欧盟成员国的其他政治角力中 德国银行机构的经济压力正在增加 因为联合政府正在寻找应对环境政策和明年预算分歧的方法 与此同时 俄罗斯已经招募了一支由老化油轮组成的影子船队 在全球范围内运送石油 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些旧船可能状况不佳的担忧 从而导致潜在的海上灾难 最后 全球和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禁止TikTok使用官方电话 以应对该平台中国拥有权带来的安全威胁 该应用程式越来越受欢迎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导致人们担心潜在的敏感资讯可能会暴露 同样 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已经转向反对使用昆虫作为可持续蛋白质来源的运动 这一想法被吹捧为欧盟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瑞士信贷的消亡 瑞士终结的新转折 金融时报 瑞士信贷的失败 铺显了与瑞士银行业相关的积极决策文化 并质疑该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可靠性 该国对应急资本工具的使用受到审查 导致一些人质疑瑞士完成是否代表了对全球框架的真正增强 瑞士信贷 CreditSwiss的倒闭对整个瑞士的金融中心产生了严重影响 此害了其声誉 并清楚地表明瑞士应该更早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 该国拥有高技能的工作力 强大的民主和复杂的金融体系 使其有可能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 瑞银成为更强大的国家冠军 新技术热潮即将来临 金融时报 尽管最近对科技行业感到担忧 但我们可能正处于技术创新新时代的风口浪尖 这将改变传统的传统行业 数字化转型尚未真正渗透到制造业 物流业 运输业和医疗保健业 这些行业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100万亿美元的75% 正在筹集投资资金 以发展高科技初创企业 专注于先进未造 移动和能源领域的再工业化 这些部门占探排放量的70% 因此改变制造方式 对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至关重要 工业数位化 提高了战略部门的本地生产能力 使开发敏捷供应链变得更加容易 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推动 可能会在工业领域掀起新的科技热潮 大型工业公司可以将生产外包给 位于客户所在任何地方的个别工厂 这使客户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核心研发 销售和行销 因此 我们可能会看到工业革命中出现新的工作类别 挑战依然存在 例如随着人工智慧和高科技工厂 减少制造业所需的人数 新的工业革命是否会成为失业革命 然而应用经济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工作类别 因此新的工业革命也可能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短期内可能会有更大的修正 但我们做事方式的这种变革性转变将改变我们经济的性质 两个危机的故事 一个甚至在法国 彭博社 美国银行正在经历从存款中大量转移资金 主要是来自较小的银行 最近的数据显示 取消主要是由于大型机构必须遵循更保守的监管 这些机构有义务持有更多的资本 并将较小比例的负债放在未投保的存款中 据彭博社报道 从存款中取出资金反映了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偏好 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现已首次超过5万亿美元 经济和金融状况的变化可能会打击银行的利润 这对股东不利 并可能危及任何与银行有联系的人 尽管政府可以迅速扩大存款担保 但这样做将意味着更严格的监管 更少的风险承担和更低的盈利能力 所有这些都最终会给股东带来问题 较小的银行可能很难找到投资者 尽管可能得到政府的担保 特别是如果股东继续像西股银行和签名银行那样被消灭 在社交媒体上交换资讯的速度 以及通过互联网从账户中取出资金的速度也得到了强调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 吴雷泽 Jay Fraser 称其为我们以前见过的完全游戏规则改变者 强劲的经济和金融状况 意味着当前的大萧条后银行体系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考验 尽管存款挤兑变成全面灾难性崩溃的可能性很小 利率上升使德国豪宅陷入停滞 金融时报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卖家拒绝降价 德国的豪宅市场正在失去动力 根据德国房地产经纪人Home Day的数据 结果是豪宅销售下滑 高端房地产网站上的房产停留超过60天 是一年前水准的两倍 尽管价格全年下跌 但许多潜在买家仍然无法负担高昂的成本 奢侈品买家正在退缩 使本已缓慢的市场对房地产经纪人来说更加困难 他们呼吁卖家降低要价 但许多人已经将房屋从市场上移走 希望等待更好的经济状况 美国成为民主的伟大武器库 乌克兰作证 外交事务 乌克兰战争表明 一个国家的国防生产能力 不一定是其军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能力有限的国家 可以从外国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 而像俄罗斯这样的工业巨头 如果与全球供应链隔绝 就不能再指望他们有能力制造他们需要的东西 尽管乌克兰近年来 一直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军事工业能力 但其来自生产线的战争物资相对较少 相反 其中大部分来自现有的库存 主要来自基辅的盟友和支援者 主要是美国 这一变化预示着一个巨大的转变 自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可能首次再次成为民主的伟大武器库 根据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数据 美国的大部分援助都集中在提供乌克兰国内国防工业无法生产的系统和能力上 在战争的第一年 乌克兰的盟友 包括加拿大 德国 波兰 英国和美国提供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使基辅不仅能够发动强大的抵抗 而且能够夺回俄罗斯在冲突初期占领的一些领土 相比之下 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军工联合体 但其工业基础因西方制裁而退化 限制了其更换战争中丢失武器的能力 美国政府估计这些损失超过6000件军事装备 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提供的外国军事 情报和经济支援水准的严重不匹配在冲突中发挥了根本作用 这种差距甚至比两军的相对实力还要大 也是战争持续时间的原因 也是乌克兰越来越相信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来 并至少收复部分领土的原因 当前的消耗战已成为双方工业基础之间的较量 都面临挑战 经济战的局限性 外交事务 外交部表示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破坏了莫斯科的工业基础和财政资源 但对改变克里姆林工的战略考量几乎没有说明 这些措施是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 表明虽然制裁可能造成真正的损害 但它们作为政策工具是有限的 俄罗斯使自己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 它准备管理经济成本 然而 制裁将继续严重拖累俄罗斯经济 导致西方决策者考虑其他施加压力的方式 包括瞄准金属出口和进一步减少石油收入 文章认为 战场而不是经济式击败俄罗斯的关键 分析 制裁的效力可能有限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裁没有价值 它们构成了政府或组织可用于捍卫其利益和价值观的一系列工具的一部分 制裁可以说明孤立威权政府 鼓励民众的不满情绪 同时也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统一的应对措施 此外 有针对性的制裁可以通过赋予反对派团体和其他反对该政权的人权利 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制裁也会对军事人员的士气产生影响 包括减少提高士气的活动 如海外旅行 最后 制裁可以保持对目标政府的压力 可以根据其对外交举措的反应来提高或降低制裁 俄罗斯如何试图吸引男人在乌克兰作战 南华早报 俄罗斯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 以吸引应征入伍者参加乌克兰战争 当局似乎正试图找到一种方法 绕过可能不受欢迎的正式征召应征入伍者 已经在9月征召了30万名预备役人员 这一事件看到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年轻人逃离而不是回应传唤 相反 男性被鼓励志愿服务 要么在全国各地涌现的临时招募中心 要么由征兵官员打电话 或者征兵官员正在与失业男子和大学生会面 并前往大学和社会服务机构以吸引学生和失业者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男性正在收到全国各地入伍办公室的船票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更新他们的记录 但在其他情况下是为了进行军事训练 志愿者活动出现在政府网站和国家机构 包括学校和图书馆的社交媒体账户上 乌克兰东部战争的性质使得军队需要新的部队涌入 首先 2014年动用了3万名士兵 然后在2015年春季又部署了5万名士兵 截至2015年4月 共有20个作战营 其中包括地方部队或更传统的单位 此外 俄罗斯发现越来越难以在乌克兰边境维持必要的 7000至8000名士兵也称为战备部队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明显干预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 谢谢收看欧洲简报